核酸检测为何增加钢尸的采样 专家解读 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可造成更高死亡率 美参议院最早将于2月9日 沈里特朗普弹劾案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美经编辑赵庆一国家卫健委 昨日新增确诊病例107例国家卫健委 昨日新增确诊病例10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 上海8例 山西4例 江苏2例 湖南1例 广东1例 四川1例 本土病例90例 黑龙江56例 河北15例 吉林13例 北京3例 上海3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2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在上海 本土病例1例在上海 二 整点投资 国家大基金忽然减持三大芯片股 千亿巨头再列芯片股怎么回事 国家大基金一口气在22日晚间宣布减持三家公司的股份 京方科技 国家大基金你减持不超2%股份 赵一创新 国家大基金你减持不超2%股份 安吉科技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你减持不超2%股份 1月22日晚间 赵一创新公告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大基金 计划于2021年2月22日至8月20日期间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约943万股 计划减持比例不超过2% 理由是实现股东良好回报 截至收盘 赵一创新股价为209.68元 总市值为988.8亿元 若按22日收盘市值计算 大基金你减持数额达19.776亿元 中国基金报 3.新冠核酸检测为何增加钢柿子采样 专家 可提高减出率减少漏诊 目前只对隔离点等重点人群使用 据央视新闻 日前 北京大兴区感染病例所在区域人员均进行了验柿子 钢柿子和血清检测 专家表示 研究发现一部分感染者分辨 或钢柿子核酸阳性持续时间 比上呼吸道持续时间更长 增加钢柿子采样可提高减出率减少漏诊 但钢柿子采样不够便捷 目前只对隔离点等重点人群使用 自昨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9例 其中境外输入10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9例国家卫健委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9例境外输入10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0例无境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37例境外输入13例 上载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961例境外输入270例 5、河北省昨日新增15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美经AI快讯 1月23日 据河北卫健委 1月22日0-24时 河北省新增15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10家装饰11例 邢台14例 6、青岛停渡发布重要通告 据青岛下辖县急市停渡县消息 停渡发布关于主动报告个人相同活动轨迹信息的公告 2021年1月20日下午 停渡市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两名患者重要活动轨迹 现就主动报告个人相同活动轨迹信息要求如下 1、平渡市人民医院排查时间段和人员范围 1月16日90-24时 1月17日10时至24时 1月19日8 30-24时 1月20日90-24时 在医院的全部人员 2、轻易复院停渡院区排查时间段和人员范围 1月18日起 50-24时 在医院的全部人员 1月19日全天 进入CT市的全部人员 3、排查范围 在上述时间段和区域内出现的所有人员 包括医护人员、病患人员、就医体检取报告人员、 陪护人员、安保人员、保洁人员、环卫人员、送货送饭人员、取货人员、维修人员及进出车辆等 尽广大市民和对自身形成信息 如有形成和以上重合交叉的人员 要立即主动到就近的镇街卫生院登机备案并做核酸检测 其美国参议院最早将于2月9日对特朗普弹劾案进行审理据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22日晚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正式宣布 将于2月8日开始的一周对特朗普弹劾案进行审理 最早可能会在2月9日开始 舒默宣布 他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达成了一项协议 参议院将在26日 也就是特朗普弹劾案递交参议院的第二天 开始承担弹劾审理的仪式性职能 然后 众议院和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预审简报 正式的审理可能将于2月9日开始 8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可能造成更高的死亡率 央视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1月22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不但速度快 而且有可能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英国首席科学顾问马伦斯强调 通过目前已有的部分数据和信息来估算 病毒变异前的死亡率在千分之十左右 变异病毒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到了大约千分之13到14左右